西方式学是布罗戴尔的中世段理论 中世段以节奏叫满周期性变化为特征 情势一层 情势一词表示某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趋势 或者周期如价格升降人口效涨生产成 减利率变动工资变化 中世段揭示了一种较为开拓的世界度量 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随之产生 即所谓的情势周期循环过程的叙述方式 工历史学家选择不同的中世段 有几年一年几个月几天 10年25年50年100年的时间的周期 中世段的历史波动跨越了短时段的时间 包括了更长的时间度构成了短时段 从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 短时段瞬息即便一律而过 主要是传统历史